台电的经营绩效 台电拿钱呢 所以观众朋友要好好监督你辖区的名义代表 你早上拿的钱其实都是大家口袋里头掏出来的钱 这笔钱不应该乱花 但是重点是台电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这才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问题 台电问题要怎么解决 名义化是不是有用 刚才前委员我们有聊到 您说拆分两个子公司 但都叫国营事业 既然拆分出来的话 让他的经营绩效在这里可以做一些责任的分摊 但是重点是绩效能够展现的出来 但是这里头当有一些我们刚讲的既得利益者 未必会能够来接受 但是现在大家在看核四问题的这个时刻 有办法看到这么远吗 还在那边核四攻防 但重点是未来的问题才是应该立刻解决吧 对 我想刚刚因为马老师提到核四 我不得不提一下 因为我觉得核四越晚停它越贵 台电会亏越多 民国74年当时蒋经国总统下令停进核四的时候 核四只花了80亿 到蒋经国总统77年过世的时候 他都没有再恢复 到民国81年郝伯春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恢复 然后到民建党执政的时候要把它停建 我最近拿到一本民国89年 台电的内部的评估说核四停建要花多少钱 民国89年台电自己评估 工程费用加上违约金总共887亿 对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润赔杀出 你现在有2000多亿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你现在停建核四大概要花2800多亿 那我觉得都划算 因为你万一发生炉性融会式的核灾 你可能花几百兆几千亿 那时候全台难民新台币归零 那个是绝对要台电保证破产 不过一定会说到核四的安全 为什么你们觉得一定有那一天会发生 我跟你讲 抱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4月17号经济委员会请了四位地质学者 两位是经济部推荐 两位是民进党团去请的 四位学者在我质询的时候 他全部都承认 他说我们人没有办法预测地震什么时候来 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预测 是你已经知道活动断层 多久动一次 像侧隆府断层 他们去做过地质考古 发现他是三四百年动一次 你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次 他一定会来 然后琉球海溝是150年动一次 最后一次呢 最近一次是1867年 1867加150就是2017 就是距离现在四年以后 他应该就会动 他可能2016可能2018 但是你就是跑不掉 他一定会来 他就在我们核一二四厂的外海 那所以这东西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嘛 那我是觉得说 那四位学者都跟我承认说 台湾没有新建核电厂的安全的地质条件 那我是觉得说今天这样 这个地质的问题是人力没有办法克服的 那他都像石缸霸 这么这么那个你就全部都断掉嘛 那我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电公司呢 他要面对这样子台湾的地质条件 过去老天爷护着台湾 护三十几年的 老天爷不会累吗 日本人日本出事情 已经出给我们看了 日本福岛核灾如新融会 美国三里岛核电厂如新融会 苏联策楼新融会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 但是台电在4月17号给我们的调查的那个书面 还是说核四场的地质没问题 那那个1997年中央大学 已经公布全台湾活动断层 那宜兰断层已经这个调查到 离核四场十公里 那中央地质调查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 也公布了核四场外海 有12座海底 和有三里 核四场最近的二十二二十五公里 那刚刚马老师讲到台电的那个投资 六输七输五千五百亿 花了五千五百亿 我们的输配电还是这么脆弱 这个今年3月27号稍微一动 又是受重伤 那我就不懂 他来我们立法院报告 刚刚那个王中明讲到说 资讯公开 你知道台电来我们这个立法院 给国会的文字资料报告 竟然告诉我们 花了五千五百亿六输七输 只有两个回路 我就不懂 我请他到我办公室来说 不可能吧 你花了五千五百亿 只有两个回路 他说委员 我们是预计六个回路 有两个维修 两个断掉 所以还留两个 我说但是你的报告里面 完全没有写你这个前提 只告诉我们 那全立法院的立委 只有我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把它找来 我说你欺骗国会到这个地步 你白纸黑纸都敢 都敢这样子作假 这是一个台电长期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到这个 我们希望资料能够透明公开的情况之下 所以议员 那到现在委员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 你没有给个真实的资料给我 你让大家如何能够相信你 特别是在现在对台电 是一个存亡的时刻 首先我先对田委员致敬 像这么用功的立法委员 真的需要多几个 但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我们二十二号 四月二十二号 我们要去龙门电厂 他开放让我们去看 我们的议会党团 面对民进党的议员不能去 他说这是国民党 看不过啦 我的意思是说 你也不是学电的 你为什么看懂 因为你做功课了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职权去叫 看得懂听得懂 跟你报告 电厂安全不是用来眼睛看得出来的 我要强调那是一个心态 就像你刚才讲的 如果台电白紫黑字做假 台电数字做假 你不去做功课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假 因为你做了功课 一样我要表现得出来 不是说我们进去看得懂看不懂 而是如果你连去你都不去 只说国民党办的我不去 不 立伦办的我不去 那这就丧失掉了 你做一个民进代表去监督的 就像你讲的 这么多人不用功 你看到你把他找来 你就把问题抓出来了 所以我为什么我刚才讲说 我先对你吃惊心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的民进代表都是 风向媒体讨论什么 大家就跟着吵 然后每一个都变专家 可是呢后续 只要问题不讨论了就不管了 如果委员像你这样追 我相信台电会怕你 当他怕你的过程中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凸显出很多 我们想知道的 没办法知道的东西 在这种情绪之下 就是最好的监督 那台电现在我不认为说 他们一定认为他们不好 可是当你能够真的点出他们不好 就像我讲的 广义而言我也担心何事啊 但是如果用天灾人祸来 把核四这个东西停掉 我也觉得太过于言过其事 原因在哪里 我们回头来讲 科学数据如果换算出来 现在要台商回流 当大量台商回流了以后 一定缺点 那那个时候 大家又说了 你为什么去一个虚无缥缈 可能会发生 不见得会发生 跟一个真实会发生 你会不去决定真实会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冲突的 但是核四的安全不安全 不是我们说了算 但专家去评估 但是你刚才提到那个部分 我就想要说 是不是我们能够用更多的管道跟制度 包括我们的公权率介入 让台电更透明 我相信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看到说 那现在大家对于台电的问题 其实讲到核四 讲到整个经营状况 问题还真的是非常之多 这就有政治的 有专业问题统统在里头 但重点是呢 如果真的是让它民营化 有人所谓的竞争对手出现 会不会大家觉得 资讯一直无法透明公开 这个老问题就能够解决 真的要让它有得怕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广华来进行 今天辩论的最后截辩